生活中正面對一些類似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合作和製作很有意思 你能夠走前一步嘗試 站在他們的角度去理解他們是怎樣的時候 他們就會容易打開多一點 穿插了很多不同音樂的場面 透過音樂他們怎樣可以表達到自己 怎樣可以打破一個很精靈的場面 周國賢將會飾演那個音樂治療的老師 有學修的角色是患載我和活躍家讀寫障礙 最後就是有高度自閉症 這次藝術節搞的陪著你走的音樂劇場戲 可以令到這些從來沒有關心過 或者沒有懷疑過原來身邊有這麼多 有特別需要的小朋友 有時我們要明白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 為什麼他們會對某些聲音特別敏感 為什麼他們有些東西不肯吃 有些東西特別敏感 你要去把自己放在牆上 你才可以進行第一步的溝通 我們不是讓他們打破個帳幕來跟我們溝通 我們是要進入他們的世界 嘗試跟他們溝通 剛才說了 對欠陷能力的晴力 對欠陷能力的晴力 通常出現 甚至讓他們還可以進行 這麼多 一讓他們 高低